今天有点兴奋啊 香港自贸区地位取消这事儿挺大啊 这一兴奋就过度就失常了 就当我胡说八道吧 说不到的地方请大家抱抱喊 不然说到有些过度黄色的啊 小孩就不要听了啊 抱歉抱歉抱歉 有时候就搂不住了 但是共产党的事儿吧 说实话我都没敢说 说不定你们想象还恶心 那个雷正复呢 那他太小儿科了 太小儿科了 你王岐山那玩的呢 你就不能看了 你想他的眼神 你想想吧 很多人你们可能是不敢想象 某个政法委书记屁股上有三根长毛 三根长毛 留了这么长 而且是广东的 现在也呆在监狱去了 他身心那个毛就叫做龙须 钉上长了龙须 这么老长 他每找小姐的时候 就要那些女孩啊 给他舔他那三根毛 能舔两三个小时 舔他屁股 这就是变态 这个人被抓起来以后 人家就是 第一个进去把毛给他捡了 这个人就在广东说过 谁敢腐败 我让他家破人亡 此人名字叫朱宾国 所以说共产党这些变态 你看中南坑那些不要脸的东西啊 你都不能看 都不是人 真的是都是畜生 都是魔鬼 都是变态的 李柔他那个开的叶总会里边 那录像里边 你看哪个官员 不变态呀 曾经我看过一段录像 一个共产党的广东的一个纪委的一个官儿 老去李柔那块去 那就看那变态 你都吃不下去饭 你都恶心 都恶心 专门舔人小姑娘脚趾丫子 每次去把人小姑娘脚趾都给人家舔 都快舔烂了 都快 变态 喜欢女孩的脚 不能想啊 有些视频不能看啊 拿着钱 先拿人民币 然后拿港币 再要拿美金 再要拿欧元 拿英镑 从兜子里边往外拽钱 所以说共产党这个魔鬼 这个变态啊 超出人民的想象 对不起 这个 这个变态 由于这位是最后 需要用回彩的金钱 做的变态 Camb 和 吃断 把这个变态 你和这一顿小朋友 吃断 确的小肉 吃断